抓住草莓剂的尾巴,来做一份少女心满满的草莓慕斯,酸酸甜甜,入口即化,具好吃,先来制作草莓果泥,500克草莓打成鱼,倒入不沾锅中,加入100克细砂糖,煮至水分变少加入15克柠檬汁,熬至变稠变红即可,再来做蛋糕体,无油无水的容器打入4个鸡蛋,蛋清蛋黄分离,蛋清冰箱冷冻备用, 40克牛奶中加入40克玉米油,搅拌均匀,过筛加入40克低筋面粉,搅至无干粉,加入4个蛋黄搅至面护顺滑,冷冻的蛋清取出加柠檬汁打发,40克细砂糖分三次加入,打至蛋白霜成大弯钩状,取少量蛋白霜与蛋黄糊翻拌混合均匀,倒回剩余蛋白霜中继续翻拌混合均匀, 蛋糕壶放入28方盘中,晃动平整轻振两下,放入烤箱160度烤25分钟,放凉后用6寸4寸模具压出蛋糕,接下来做木磁体,牛奶加热至50度,放入提前烫软的吉利冰片,搅拌至融化混合,淡奶油打发至酸奶状, 加入浓稠酸奶搅拌均匀,加入牛奶液搅拌均匀,加入草莓泥搅拌均匀 6寸七风模具中放一片蛋糕片,倒入一半木丝糊,放一片蛋糕,再次倒入剩余木丝糊,放冰箱冷冻30分钟,再来制作草莓镜面,草莓泥加热至50度加泡软吉利冰片搅匀,冷冻好的木丝取出淋上镜面,取出吹风机热风吹一圈脱离模具,装饰一下木丝就制作完成,